Hello 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 交易所里的骗子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用商店里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让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比特法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啊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啊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啊 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 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 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 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一叶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一叶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再利润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大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佣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佣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以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的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 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这个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版画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上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上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上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上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上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用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的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获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部分干燥有机沉 施工区域施法作业不足 出入口保洁不足等问题 被去污染防治攻坚站指挥部办公室通报 收到通报后 杀井街道公务中心立即要求施工单位做出相应整改 要求施工单位加强物炮及施法作业 裸土全覆盖等工作措施 同时 杀井街道相关负责人带队在项目现场对杀井路 码头桥、新河大道的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约谈 要求施工、监理单位做好阳城污染整治工作 约谈会上 杀井街道针对前期已被通报的问题 要求工地建设方继续做好相应改进措施 并在喷林、雾炮机、内部道路部分 施工区域施法作业 出入口保洁等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加大投入力量 避免以整改问题返潮 督促建设方要加强日常巡查 进行排查建档 落实防尘措施并强化监督检查 要持续督促做好 7个100%阳城污染防治工作 严格落实主管单位责任 新火璀璨百花、气、防汇器活动 是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 为辖区企业送去看得见 摸得着的服务和关怀 获得企业的好评和点赞 便名即逝禁园区 汇器走心又暖心 30日下午5点 西乡街道 新火璀璨百花、气泡汇器活动 在中德欧产业园正式举行 走进产业园 汇器服务区、金融服务区、社会服务区 和便名服务区 四大分区采取汇器摆摊的方式 一字排开 12家企业、100余名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在新火璀璨百花、气泡金融服务区 5家优质的金融企业已宣传展板 实务展示、现场讲解、发放资料等形式 向企业员工宣传企业发展形式 展示西乡企业发展的良好势头 面向企业员工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便名服务区 邀请中医专家、心理咨询师、手工艺老师等 幼稚合作方上门服务 专业中医医师和推拿师 为员工推拿按摩 帮助职工释放压力 提升生活品质 分以手工踏片和手工扇制作活动 吸引了众多企业员工参与 现场气氛活跃 西乡商会负责人表示 感谢街道举办如此丰富多彩的活动 既能加强企业间的交流 又能让员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非常有意义 园区员工张女士表示 平时我们都是主动走进客户 服务上门 今天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便名服务 感觉很开心 很温暖挡见心火别让然 厂厂精彩有特色 今年7月以来 西乡街道围绕月月有主题 周周有活动目标 持续推出系列挡件晦气特色活动 挡件心火硬红一处又一处 一场场参与面广 有特色 有成效的挡件晦气活动 在西乡铺展开来 8月 正值暑假 正是家庭增进亲子的好时机 西乡街道 推出新 新之火 代代 乡传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 亲子嘉年华活动 通过红色电影赏西 亲子蛋糕制作 去为飞盘三大项目 进一步加强对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 及其子女的关心关爱 不仅增进了家长 与孩子间的亲密度 和协作信任 更进一步加深了 爱党爱国的情感 9月份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西乡街道 以中秋节为主题 推出暖风庆佳节 他 相依故乡 迎中秋 暖风系列关爱活动 让小哥们在奔忙的一乡 体会家乡般的关爱与温暖 持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10月份推出的新火璀璨百花 气放会气活动 则又一次延伸 党建服务的触角 为企业提供金融财税 终于一整等 以战式党建会气服务 切实为企业 员工提供优质服务 该活动也得到了 现场职工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据了解 西乡街道 将持续推出系列会气活动 结合三个一企业服务体系 有关工作 推动党群服务 和企业服务工作融合共建 打造多层次 多品类的党群会气工作体系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 保安日报记者刘杰 通讯员殷小西 文记者张彩玲 图 据介绍 杀紧网格 自2017年以来 以新级管理为手段 以港定则 以及定新的激励模式 作为每年度网格员考评机制 充分调动网格员工作积极性 创造性 测试内容 紧扣网格巡查实践 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重视案例分析 着力检验网格员40信息采集 150项综合网格巡查事件上报 群众诉求服务事件上报等网格管理业务知识 及系统实操知识的掌握情况 全面考察网格员工作成效 促使网格员发现 业务知识存在的不足和短板 进一步查漏补缺 明确今后业务知识学习重点 和努力方向 据了解 本年度新级考试 有着较以往更严格的考场要求 以更高的标准 检测网格员最真实的水平 以分促改 确保网格员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从而打造一支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 善于管理 服务群众的网格员队伍 据了解 此次行动由街道安委办统筹 应急管理办牵透 会同城市建设办 综合行政执法办 市政建设工程事务中心 网格综合管理中心等有关单位 及各社区成立联合检查组 集中对辖区内所有建筑工地 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 展开了全面排查和整治 行动重点检查了建设施工安全 高处作业安全 用电作业安全和动火作业安全 四大方面情况 整治行动在排查检查的基础上 还对消防隐患进行了重点关注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立即督促整改落实 同时检查组采取边检查 边宣传的方式向辖区居民普及了建筑工地 小散工程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知识 提升辖区居民安全意识和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素质 下一步 燕罗街道将持续加大对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监管力度 提高执法检查巡查评次 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进一步有效防范和化解建设工程领域安全风险 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中医药抵御深厚的南洋 自去年开始正在掀起一股火热的中医潮 无论是居民、医生还是医院都在这浪潮中真实受益 潮水奔涌,大家都明晰地感受到 南洋的中医范儿,这两年来越来越足了 中医药文化夜市火遍城乡 过了中秋的夜晚,有些许凉意 但在商圣街道爽涌文化广场,依然热闹得很 六名中医师练起了八段井 就连旁边的孩子也有母学样的施展着手脚 东边有拔罐,南边有推拿 小小的社区广场上 葫芦酒、推拿、耳学贴鸭等 多种中医适宜技术的摊位前 市民排起了队 除了能免费体验各种中医适宜技术 还有一诊、健康咨询 中药养生善事指导 常见中草药辨识 爱产品展示等 这是南洋开展的中医药文化夜市的热闹一角 我教你一个动作 双手抱头 轻轻把肩膀打开 在盒上 慢慢放松 每天坚持15到20次 对颈尖疼痛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商圣街道卫生院医师王希蒙 帮助刘女士 按摩颈椎 头上浸出了汗珠 但音量丝毫不减 这样是不是感觉轻松多了 谢谢医生 舒服多了 刘女士是一名上班族 长时间服案工作 让她的颈椎感到酸困难受 早就听说广场这里 有中医师免费服务 今天第一次来 没想到人这么多 还需要排队呢 同一时间 该线龙城街道 龙城花园小区里 另一场中医药文化夜市 也在火热开展 小区通道两侧 摆满了推拿床 爱酒衣和一整桌 阵阵要相味扑面而来 附近居民 如同赶大吉一样 人头攒动 这个活动是真好 龙城花园小区居民杨阿姨 不仅是中医药文化夜市的受益者 还是一名中医爱好者 咱们的中医文化 就应该这样接地气地传承下去 街道班副主任林彦斌介绍 大家都期待中医药文化夜市进小区 每次我在微信群里发预告 大家都特别积极 晚上都会过来等着从晚上六点到九点 伴着药箱 健康教育宣讲 整整落到实处 群众爱中医 性中医 用中医的氛围日益浓厚 据了解 南洋重景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 于2022年5月 由南洋市中医药发展局组织创办 室内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承办 已经推出迅速火遍全市城乡 从今年开始 这场神受群众欢迎的活动承办单位 也由各级中医医院扩大到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为群众献上一场又一场中医药文化盛宴 据统计 2022年5月至今 南洋医举办超千厂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 共有14,521名医护人员参与 发放中医药知识科普手册 宣传材料20.89万份 开展一整1689次 一整人次36.58万 教授席练八段井8万人次 中医药事宜技术体验15.8万人次 双万服务为居民打造个性化服务方案 在沃龙岗街道医养服务中心的康复市 护工小李正在给赵大伯进行推拿按摩 我们这儿住着40多个老人 上级医院每月都会过来开展一次培训 我们想学 学好了给老人们中医康复理疗 老人们也受用 今年6月底 南洋市决定开展万名护工中医药技能培训 和居家养老服务 提出 在全市建立万名护工队伍 将万名护工与万名中医市家庭签约服务结合 实施双万服务行动计划 共同服务居家养老人员 中医签约服务团队 定期对康养照护从业人员 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技术 中医事宜技术等培训 让群众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到优质的中医健康服务 万名护工 在签约中医师指导下 开展中医药基本知识 健康科普 养生保健技能 日常照护 辅助康复训练 慢性病监测等方面的指导 共同为签约居民 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 和居家养老服务 南洋护工与中医签约服务团队 有效联动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共同为群众提供综合 连续 可及的防治康养服务 使老友所医 老友所养 推进健康南洋建设 相关链接 十四五时期 河南将建设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 一 做强龙头中医医疗机构 积极创建国家中医医学中心 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 和均衡布局 二 壮大骨干中医医疗机构 坚持以中医药服务为主的半院方向 建设一批中医特色重点医院 三 逐劳基层中医药服务阵地 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行动计划 全面增强中医药在医疗 康复 智卫病 公共卫生 健康寻教等领域的服务能力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现中医馆全覆盖 25 上建城市办中医馆 100 扶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和80 上的村卫生室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持续开展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 推动中医馆按标准配备中医医师 4 健全其他医疗机构中医药科室 5 促进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持续规范发展 加强行业监管 6 加快中医城市医联体和县域一共体建设 支持县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县域一共体 基础薄弱的可由三级中医医院实行技术家管理下沉支持 7 加强中医药信息化建设 建设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 推广应用 优化升级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 据河南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请继续阅读A06版